从中国政府和共同党的国家 和他们的法律以为 对于美国的国家和中国的国家 周二 克里斯雷告诉众议院国土安全委员会 TikTok在美国盈运 存在国家安全疑虑 因为中共可以使用TikTok 控制数百万用户的数据或软件 并推荐演算法决定用户接下来看哪些视频 而且如果用户愿意 甚至可以影响他们的行动 他还表示 联邦调查局已经向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 转达了他们的担忧 为了达成一项国家安全协议 保护TikTok用户的数据 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 已经和TikTok谈判了数个月 新唐人电视台记者李梅 荣誉 综合报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